德國的另類選擇黨 也就是我們所稱的極右派 而他們的偶像叫做希特勒 是納粹 所以當他出現的時候 還舉著火把在布蘭登堡 前面遊行的時候 梅克爾當時痛罵他們 是德國的恥辱 但這個被梅克爾稱為 德國恥辱的另類選擇黨 我們稱為叫極右派 他在這次選舉裡頭 好幾個地方是地方選舉 他獲勝或是排第二名 在一個叫圖林根 是前東德的地區 這個地方是貧窮人口比較多的 因為東西德的差距還是很大 這個地方是以32.8%獲勝 贏得了地方選舉 接著在東部的薩克森邦 我們簡稱叫AFD 就是另類選擇黨 他以30.6% 緊跟在贏得的基民盟 基民盟就是原來梅克爾的政黨 也只比他多1.3個百分點 所以他也是非常強的第二大政黨 接著馬上在9月22號 另外還有一個在柏林周邊的一個布蘭登堡 我們剛剛講說他在布蘭登堡舉火 那是德國最象徵的地方 他在9月22號要進行選舉 在那個時刻大家也會看到 極右派攫取的實力 並來選擇黨 而除了極右派之外 還有一個極左派 這個極左派不是一般的極左派 就真的是共產黨 就真的是共產黨 在這些選舉裡頭 他們也在我們剛剛所說的一些比較困苦的地方 像圖林根還有薩克森 分別拿到16%跟12%的一個選票 所以東西得的差異或是德國的貧富差距 德國最近經濟的下滑 德國產業的外移都給德國帶來了 從經濟到變成政治的動盪 德國反移民的情緒變成非常的強 那這樣的一個反移民的情緒 過去在歐洲好幾個國家都已經出現 從英國到比利時到法國都出現了相關的狀況 現在終於到了曾經最歡迎難民的德國 而德國的極右派的崛起 它使得現在的執政黨綠黨 主要的執政黨 使SPA就是社會主義聯盟政黨 大概這次選舉的地方就全輸掉了 所以整個德國就是往右轉 那基民盟現在要重新回來執政 它的方式是什麼 讓自己變成準極右派 就沒有到像崇拜納粹西特勒那麼嚴重 但是反對移民 不再是梅克爾的那樣的一個基民盟 不再是那個Traday You那樣的一個基民盟 就會成為德國未來的主題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前面一個小時候告訴各位 如果賀錦麗當選美國總統 美國就會慢慢地成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個德國 如果你去德國旅遊 這是一個觀光客不會選擇的地區 屬於前東德的圖林根幫 但9月1日 圖林根卻在一夕之間成了德國著名圖片爆頭條 一場民主地震的鎮央 這是一張改寫德國民主進程的臉孔 極右派德國另類選擇黨 在圖林根的候選人霍克 歷史將會記載 他是自納粹以來首次在地方選舉中獲勝 贏得近33%選票的極右派領袖 貨克不但公開採用納粹主義的符號 更以太陽從東方升起作為競選口號 這是令所有瞭解德國歷史的歐洲人 毛骨鬆然的歷史記憶 貨克因為公開使用希特勒口號而遭到兩次判刑 他的政黨目前仍然在聯邦憲法保護 雖然如此 1929年之後近短短四年 希特勒就成為總理 同一天 另類選擇黨在薩克森的得票率也超過了30% 位居第二 頸椎以極為弱優勢 保住領先位置的基民盟 其他重點是 這位新的民主主義的女性 納粹主義 納粹主義和反移民 她以個人名字縮寫創立的 沙拉瓦根克內特聯盟 只用了七個月時間 就越居為薩克森的第三大勢力 頸椎保守黨基民盟 和另類選擇黨 薩克森和圖林根加起來 只有六百萬居民 僅佔德國人口的百分之七 但這並不影響 九月一日選舉結果的歷史意義 正如2023年年底 西部富裕的巴伐利亞和黑森幫的 選舉結果顯示 極右派勢力在德國西部 也呈現上升趨勢 這個地方選舉結果 當然是對柏林聯邦政府的懲罰 總理肖子的社民黨 得票率僅6.5% 綠黨和自民黨甚至各自都沒有達到 5%的議會門檻 這無疑預告了一年之後 2025年9月聯邦大選的險峻 另類選擇黨反移民 對俄羅斯友好的論述 在東部地區特別奏效 相較於西部 東部地區對生活成本危機 烏克蘭戰爭和移民的擔憂 更為根深蒂固 現前10天 德國西部城市索林根發生了 造成三人死亡的孤狼恐攻事件 更激起了人們對移民問題的擔憂 以及對聯邦政府的批評 但從人口成長的具體數據來看 東部地區對移民的排斥更為矛盾 除了柏林之外 1990年以來 東部人口減少了15% 而西部則增加了10% 東部平均人口年齡較高 移民比例較低 男性比例也較高 1990年頭一初期 最普遍的共識是在經濟方面 東部將要趕上西部 事實也的確如此 20年前 東部失業率比西部高出10個百分點 如今差距僅2個百分點 有更多工作人員 我們是家的公司 男人有所謂的父母 我們也知道 柏林的社會學教授 今年稍早出版了一本 引起許多討論的著作 不平等的團結 為什麼東西仍然不同 他認為 前西德的傳統民主政黨 所犯的錯誤 是認為他們可以將自己的模式 原封不動地移植到東德 東部地區的人口老化更深於西部 換言之更需要移民勞動人口 但對外來移民的排斥和恐懼 卻使得高舉反移民大旗的另類選擇黨 越居圖林根的第一大黨 當這些迫切需要移民 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地區 卻以反移民作為首要的政治訴求時 這就不再只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問題 這是一個複雜的身份認同問題 歐洲的最大經濟體德國 和政治倡議龍頭法國 都深陷於各自的政治危機 無力推動歐盟議程 只能繼續做事 烏克蘭戰火紛飛 做事極右派在全歐繼續壯大 卻無能為力 作詞盜環保會議 消防區 洛杉磯 洛杉磯